屋主睡在五王位 有時還會見到鬼 怎麼辦 介師傅 怎麼樣Oscar 我搬進來沒多久就病了一個月 怎麼辦 可能和你的房間有關係 看看發生什麼事 帶我去看看 好 師傅 這裏就是 好 讓我開個樓間和你搭一搭 難怪可以了 你睡正今年的五王位 真的是什麼 病位 不是嗎 對 所以你是病到癱癲了 那怎麼辦 可以用一套安隱水 放在房門那裏 這樣就可以發財 想做安隱水 好簡單 買個玻璃瓶 在裏面加些柚鹽 再加水 至八成門 然後在上面加五個五帝前 再放在五王位 即是今年的東南位 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到有些變化 你不用大驚小怪 因為它很自然 就是說 要看這個氣流 如果氣流重 這些病性重 可能那些炎上來 會發得多些 你只要剷走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點炎上去也不要緊 放了之後 你的病便自然會發財 師傅 還有什麼其他位置要放一些東西 我幫你看看 好 這個南位是冷氣機 對 是 今年南位是30度 你動著它 就怕有危險 不論入面好 外面好 有動像 就會動起三煞 想化解 只要你放三隻同麒麟 在窗台位置 就可以幫你化三煞 就算有部冷氣機 在動著它 都可以化解 這裡是今年的東位 就是來這個文昌 師傅說 想你文昌事業 用一個綠色或者透明的花瓶 再插四支水釀的富貴竹 放在這個文昌位 即是今年的東位 想進修讀書都幫到你 不過不是的 我現在晚上睡覺好像被鬼窄一樣 經常動不到 晚上又聽到怪聲 是不是有鬼 這麼實際 我要和你看一間屋先 看清楚有沒有其他位置出的問題 好嗎 好吧 Oscar 想買富貴屋 入門要知和福 嗯 你這個位置剛剛開張西南門 所以呢 這些環境 你就很容易有這些靈界的騷擾你 加上你又剛剛睡正的五黃房 所以呢 這些東西就一圓串去影響到你了 嗯 那我不停佈佛哥南門 摩你頭髮 他就不怕了 千萬不要亂來 因為你這裏不是佛堂 明白嗎 如果那些 你擺在這裏的時候 外圍的東西 就很喜歡聽的 這樣就冤了來這裏 你還不煩得兩前床 很喜歡聽的 是啊 那怎麼辦呢 嗯 可以化解的 首先我們可以用一個地藏黃的菩薩 相也好 牌也好 放在這裏附近 除了開了禁 由法師開了禁的時間 放在這裏 他可以制定這些東西 可以換磨這些東西 他又不會再騷擾你 不行不行 我最後很害怕 可不可以幫我做法師 把他們弄走嗎 你不用怕 Oscar 一會兒我用一個葫蘆 就把這些東西收掉 師父 首先用化綫 把屋裡不乾淨的東西 收到葫蘆裡面 然後封回葫蘆 再用法科的方法處理 然後再燒一道驅邪的符 放入碗水裡面 再用法科的栗袖 寫在碗水上面 用水洗整間屋每一個角落 再黏一道鎮宅的符 在門後面 那邪氣就會驅散了 最後我拿一條符給你 讓你放在錢包上 包你沒事 平平安安 好的 多謝大師傅 嗯 多謝大師傅 不客氣 直接 minu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